所以说呢 以后就海军在那一段时间 就是一年根本就服役不了一艘 就刚才你看到这个五字头的都是护卫舰 海军一年都买不了一艘舰 从此之后就再也买不了了 谁都 也不是说谁都看不起海军吗 反正好多人都看不起海军 公之大卫 好多人都排挤海军 就更不用说 海军出去讲什么航空母舰了 我曾经几次奉刘华清司令的指示 出了海军门 代表海军讲航空母舰 那个时候我是主要讲解者 研究了三十几年了 去了之后发言稿准备好了 人家说不让讲 你们海军以后不要再讲航空母舰 什么毛病 怎么出来讲话就讲航空母舰 要那个干什么呀 哪有钱造啊 就到处受气 回来我跟司令讲 他就瞪着我 他一直搞科研的 就是不让讲就别讲了 海军司令没有办法 就这样 就是我们那一段时间 海军忍耐忍耐了十几年 我真是说不下去了 忍耐了十几年 没有钱 我们的国家一年就五十一六十亿美元 整个最高的时候 到两千年我们还不到一百亿美元 我们的钱不入美国 不入俄罗斯 不入印度 不入台湾 不入日本 根本就没有钱 好不容易弄一点钱 谁都烦 因为海军太吃钱 就那么点军费 一个蛋糕 让你海军一弄 全没了 所以海军在那段时间 连一艘护卫舰都弄不出来 没有船 出不去 腿走不远 飞机出不去 胳膊短 那个 那个 八一 什么 那个叫什么 那就是他画的 八一六九 对 那就是他画的 多少人看那个都哭 为什么会出这个 因为国家当时不支持这个 如果当时不留一条根 赤瓜椒我们放了 就没有今天的赤瓜岛 对 永书椒要放了 就没有今天的永书岛 有那么一条根 他在水下 我们搞 高脚屋 我们有几个兵在那站着 几个兵啊 第一天去了以后 站在那个 站在那个赤瓜椒上 搭了个窝棚站那 几个人还聊天 你是从哪来 往哪来 聊个三天两天 还说什么呀 山上看鸟 下边看鱼 过了半年以后 都快神经病了 今天我们建成了岛 三千二百米 长的飞机跑道 波音七三七 波音七四七 可以降落 成为整个的南海 最大的岛 不是一个 是三个 说什么呀 对不对 我们是 现在经济建设 我们有钱了 我们海军发展 从此之后 我们 不是从 巴尔斯海战以后 巴尔斯海战以后 一年时间 我们什么反应都没有 越南深知中国的反应 一年占了我们十几个岛 你去看我的 走向深南 现在还站着呢 哪年哪月 站的岛 我全有 走向深南 规范海洋 一年只能 站了我们十几个 我们没有任何反应 继续站 站了四十九个岛 四十九个岛 现在已经站了 你再收回来 那就是站着 很难了 所以说 错过一步 就错过一万步 我们这几年 我们自己造航空母舰 我们自己 在南沙 建岛 我们维护了 我们的海军主权 这是中国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九段线 我们的 我占领了我们的岛礁 我说 这作为一个老海军 想到那一块 我受人欺负 我受外国人欺负 我是没有问题 我就可以反抗 我受到的是我们自己人的欺负 整天发表一些扭论 污蔑海军的发展 南海差点就葬送在这些人手里边 我们好不容易留下一条根 才有了我们今天海军发展的前景 对 七四 好 给局作鼓鼓掌 我刚才是看见局作 这个眼泪是喷出来的 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地看到 我们海军的高级军官将领 眼泪喷不而出 上一回是在国防大学 我们有一个模拟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当时呢 我是作为一个记者来提问 提了一个和南海有关的问题 我们的海军的高级军官 在国防大学上学的高级军官 就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回答记者问的那个环境 讲着讲着南海问题 啰 眼泪就流下来 一边讲一边流泪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是一种 内心已经积累了太久的这种 这种力量 所以我觉得 局作 别难过 别难过 我们大家都非常理解 都非常理解 都非常理解 我们受了多少窝脏器才有了 这个窝脏器真的是 是 好 咱们给海军鼓鼓掌啊